第五章 基督不榮耀自己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和属罪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属罪 借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 为要蒙上帝所召 像阿伦一样 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 你是照着墨基使得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因苦难学了信从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 讨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誠蒙了应允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信从 他既得已完全 就为凡信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蒙上帝 照着墨基使得的等次 称他为大祭司 轮到墨基使得 我们有好色话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作师傅 谁知还得有人 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 令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肖 习练得通达 就能分辨好大料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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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久不见了